应该就是他了 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说他的车呢 吸火以后就打不着了 必须得放几个小时 等车凉了才能打着 去4D检查报价500 今天我过来看看 能不能在这就给他修好 这是我带的工具 走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点个小公新支持一下 想看的话随时都能找到 发动机还是热的 车主呢应该是刚吸火 来你把钥匙给我一下 走咱们上车看看 咱们打会试一下 水温呢现在是90度 热车的状态 确实打不着 不过呢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走咱们上瞧瞧看看 车子不好打会呢 一般就三个原因 有电气 那这台车 凉车的时候打会 一切正常 诸明油路和电路没有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7路上 这台车就是典型的 热车不好打会的故障 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由于 蒸发排放系统有问题 接下来看我的 打开油箱盖 听一下 有明显的吸气声 你听到了吗 我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 走 接下来上酒招 把料这根滚 把这个孔堵一下 来帮帮打一下火 看到没有 找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啊 就是这个 碳光电路法有问题 咱们给它拆下来 拔掉后面的这根管子 再拔掉这个茶头 那现在呢 来检查一下 里面通了 听到了没有 正常来说是不同的 一旦通的话 在热车的时候打会 有些奶酱蒸气 会不断的往邦迪舱里面走 就会导致混合气体过濃 所以就打不着火 现在呢 我去买一个 现在呢 我已经买回了 我们给它装上去试试 你们猜一会儿能不能打着 OK 已经装好了 先让我们上车启动一下试试 来 现在我们打会儿试一下 现在水温呢 是55度 一把就能打着 我们等水温升上来之后 再打会儿试一下 来 你过来看 现在水温呢 已经升升了90度了 我稀会儿试一下 如果能够一把打着的话 老体们帮我点个小信心 支持一下 哇 好紧张啊 着了 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是聪哥 关注我 我们还有一千个汽车知识 这是一台粉丝的车 他说车上的喇叭不响了 GC链报价要300块钱 今天我过来看看 能不能不花钱给它修好 咱们先A7R喇叭试试 确实不响 那现在就开始整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点个小公新支持一下 想看的话 随时都能找到 车上呢 有两个喇叭 一个是高音喇叭 一个是低音喇叭 两个喇叭同时 坏掉的可能性呢 非常小 所以呢 一定要先检查保险丝 这个呢 就是保险丝盒 我们先来看一下 哪个是喇叭的保险 F31 F31在这 最后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 我们先用电笔来测一下 这边亮了 这边也亮了 说明这个保险丝本身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保险丝本身没有问题 那可能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电器 通过这个保险丝盒 就可以看到 R4是喇叭继电器 在这 那最后的位置 就是这个 我们给它拔掉 继电器呢 拔出来了 上面有四个针件 正常来说 有两个带正电才对 下面呢 用电笔来测一下 一个 两个 好 正电呢 也没有问题 难道是这个继电器坏了吗 下面我从保险丝本里拔一个 这些继电器的型号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随便拔一个 把它给替换一下 就相当于掉了一个位置 好 插好了 下面呢 我们上车按一下喇叭 看看会不会响 不响 还是不响 到这里呢 好像是遇到瓶颈了 不过没关系 下面换一张草头 找一下原因 刚才呢 我们测了一下保险丝 没有问题 然后也测了一下 继电器两个端子 也是有正电的 然后把继电器 跟其他继电器 也调换了一个位置 说明磁器开关 和线圈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有问题的 要么是喇叭开关有问题 要么是喇叭本身有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先盘上下喇叭本身 怎么检查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端子 给它短接一下 就可以了 好 喇叭本身呢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唯一有问题的 就是方向盘里面的开关了 那现在我们把方向盘 给它拆下来 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拆这个方向盘呢 特别简单 来你来看 在方向盘下面这 有一个孔 我们找一个铁棍 往里插一下 这方向盘这 就能弹起来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孔 我们往里也插一下 好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 来你来看 这根线脱了 这根线呢 本来是要接在这的 那我们给它接一下 看喇叭能不能小 把它给插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按一下 安装起来也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螺丝的 所以往以下一按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按一下 看喇叭能不能想 如果能想的话 老铁们帮我点小信息 支持一下 响了 看到没有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是松哥 关注我 各位还有1000个 骑车支持 停停停 快点都会多少 停停停 你这跟啥呢 我这个车没油了 我刚才拿个皮 去前面那个加油站 你死活不给我加 我不是想 那把它给推过去 加点油吗 反正离得也不远 那你也不能这么推啊 前面啥也看不见 我给你说 安全的方法了 推起来特别快 你过来 感谢 感谢 把安全带拽出来 拉到最长 关上车门 接着呢 套到肩膀上 这样就能发动 全身的力量来推车 右手呢 它能用来掌握方向 哦 啊 这个方法行到都行 但是这车这么重 你把安全带对断了 怎么办呀 你想多了 安全带呢 只有换的 没有断的 你过来看 安全带下面这呢 都有生产日期 你看 这是2021年的 然后呢对照一下 名牌上面的制造年月 这也是2021年的 没有问题 那这有什么用呢 你就记住了啊 去买车的时候呢 安全带的生产日期 一定要是早于 整车的生产日期的 否则就很有可能 因为事故 把安全带给换了 那要是没换过 就没事了是吧 也不一定 还有可能泡过水 你上车 我告诉你怎么看 好 把安全带拽到底 看看里面这一块啊 也没有泥山或者发霉 如果有的话呢 那这台车 很可能就泡过水 最后 被困在车里面 出不去 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呢 也可以用安全带卡扣 来砸玻璃讨生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松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机制律师 大哥 别推了 别推了 前轮掉钩了是吧 对啊 你这把推肯定推不上来啊 那怎么办啊 我们都推两小时了 动都不动 你没有往后倒一下吗 这应该能上来啊 这轮胎都掉进去了 怎么倒啊 倒一下那大梁不就干断了吗 没有 踩不上来 能开着能开着 那你帮 你去开 你开 起开点 后面别占人啊 一下就上来了 这种情况呢 千万不要慌 那边轮掉下去了 咱们就把方向盘 往那边打死 然后挂入道道 油门呢 踩到两千转以上 送掉首杀 你看 这是不是就上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是聪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